歡迎收看 命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靖淳 觀眾朋友啊 舊與新知我們在46 你怎麼說的 舊與新知 沒錯 那很多婆婆媽媽妳說 奇怪 何篤霖跟郭靖淳 怎麼沒去啊 你趕快跟他說在46台 我們沒有不見 我們一直都在 會永遠陪你到底 老朋友 我們在46台 來 歡迎我們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我們的 我們的璇璇 嗨 大家好 我也是永遠都會在的璇璇 是 好 來 接下來歡迎帥哥江中柏 大家好 趕快到哪一台 不管到哪一台 我就隨 立刻你們一起到那個 是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 媒體記者最漂亮的 許勝美 我本來講一個吉祥話的 過完年我就46了 妳好犧牲自己啊 來 歡迎文麗女老師 首先歡迎文麗老師 來 要再試試看月月安 月月才會平安喔 真的 好 來 接下來歡迎朱鋒慶老師 好 來... 好 來 我們一開始講說 真的是壞事不能做 有些地方真的頭上三尺有神明 我要告訴你這個新聞故事 恐怖 不信邪 走瑞芳隧道 冠切又被抓 就是不管你是偷鐵門的小偷 還是什麼販毒的 你哪 以為沒有人神不知鬼不覺 你哪 走過這個瑞芳隧道 馬上就會被抓 馬上就破案 馬上就破案 這麼神奇啊 真的 問一下中國這次新聞 到底怎麼回事 瑞芳隧道其實呢 它是連接這個瑞芳市區 台北縣瑞芳市區 到這個所謂的 冰海公路的一個隧道 那這個隧道其實走的人不多 通常呢 觀眾朋友如果會去 一定是假日的時候去 那平常到底是誰在走 當然就是瑞芳市區的一些 那些所謂的民眾 或殺死車 對 那這個瑞芳隧道 之所以它邪門 是因為 在民國95年的時候 那時候瑞芳分局有一個警察 然後呢 他就是在裡頭發生車禍 所以後來死掉 那死掉之後呢 警察發生車禍死亡 對 那這個是一個王性原警 那他死掉之後呢 其實隧道 民眾有沒有發現 它是一個中年不見天日的地方 如果以靈異的角度 或者是以生命學的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在裡頭 往生的靈魂 通常 他可能也容易被困在裡頭 那當然 因為這個死掉是警察 所以當然他如果 只要是他還在裡頭的話 他當然是要保佑自己 昔日的同事 所以奇怪的就來了 這個瑞芳分局這些 那些他昔日的同事啊 說自從這個王性同事死掉之後 在未來這幾年 只要他們騎機車 不管是經過這個隧道 或者是故意在那個隧道 來個零件 或者呢 有時候呢 是追歹徒 追追追追追 就是追到這個隧道了 這些歹徒呢 就可以落網了 王性原警有顯靈 有保佑 而且呢 我們也知道警察是靠什麼吃飯 最主要是要那個破案 破案才有業績嘛 所以有時候他們缺業績的時候呢 也會在這裡呢 就能夠讓他們這個 對 長官有所交代 比方說呢 那我們哪兒酒駕 在這邊也很容易被抓 這個是 因為這個地方 畢竟只是一個風景區嘛 所以酒駕比較少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竊盜 通緝犯 或者是淹毒 曾經就有警察呢 就是在這邊 他當時呢 騎機車騎一騎 騎在裡頭 就發現 怎麼前面的那個 有個騎機車的這個騎機車騎士 行蹟怪怪的詭異 然後呢 還跨越中間的那個雙黃線 就把他攔查下來 就一查 他是淹毒通緝犯 輕輕鬆鬆手到勤來 那還有一次呢 是要抓這個所謂的什麼 偷廢鐵的 他曾經就已經這個 被抓的這個人 早就已經落網過了 但是沒有想到一年半之後呢 又在這個隧道落網 也就是說這個偷廢鐵的呢 只要遇到這個隧道呢 就會栽在警察的手裡 所以這個隧道呢 到目前為止 我們會把它 美名為所謂的破案隧道 就是拜這個所謂的 往生的這個警察 來加持與保佑 是 所以大家聽到靈異以後 也不要害怕 想說那鬼有好的 有好 有好的鬼 對 正義也有正義的鬼 所以有鬼的玻璃式 我們真的所有的歹徒 不要以為自己可以僥倖 教訓一點 軒軒 軒軒主持靈異節目 也主持很多年 然後跑遍了很多地方 所以屏東潮州有一個神秘的大宅院 對 他說 只要有人走進去 就會發生意外 是的 這個是我有一次在那個 我要去墾丁玩 然後所以就經過了屏東潮州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進去看到 這附近就是有一個大宅院 然後它很像那種很大型的 可能以前叫豪宅 因為是三合院 大家族 對 現在是廢棄的 我其實沒有親眼看到 但是我聽曹州人告訴我這個故事 他說這個大宅院裡面 原本的這個 算是園外吧 就是以前的虎亞郎這樣子 他們那個老夫妻兩個 往生之後呢 小朋友就 他們兒子就把這個屋子租出去 給別人 那時候來了一家五口 爸爸媽媽跟三個小孩 然後租在裡面 那時候很奇怪喔 他們其實感情都不錯 然後對大家鄰居都很熱情 會打招呼 但是住進去這個屋子之後呢 就開始變得很鼓勵 然後對人家 然後就是感覺很冷漠 然後也不打招呼 不相往來 後來有一天 就是有一個人在... 不知道可能是坐早操 還怎樣 就是到那邊可能要 打招呼一下 跟屋主打招呼 結果後來突然聞到奇怪 怎麼裡面有濕臭味 他就聞到怪味道了 然後走進去大廳一看 其實廢話不多說 五具屍體 在以前的那個橫樑上面 然後排排站 上吊自殺 要滅白喔 要滅白 跟那個刑場一樣 對啊 這是十五個 就是全家就是這樣子 莫名其妙 到現在還不知道原因 然後後來就上吊自殺 那原本的這個屋主呢 嚇死我了 他知道這件事之後 當然是趕快處理 請法師來涼涼的 讓他心安 然後呢 但是法師來做法之後 還是沒有用 然後他就是為什麼沒有用呢 因為第二次 然後他租出去 給第二戶人家的時候呢 那是一家六口 然後相同的事情 還是發生了 被人家看到在哪裡 還是那根樑上面 這次是六個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就偷偷十一個了耶 全部都掉在那邊 然後到現在呢 所有的法師 有的法師會覺得 我很厲害 我想去超渡一下 或是說我去清一下磁場 但是他們怎麼做都還是沒有用 曾經有個法師喔 一進去喔 這是在當地真的是凶宅啊 然後真的是深人物盡 為什麼 有個法師進去的時候呢 整個是被彈出來的 是大招 然後我就想說 有那麼誇張嗎 他說沒誇張就是大招 然後後來呢 他們就是這間屋子 再也不敢出租出去 後來就讓他這樣子 再養蚊子就對了 後來呢有一群那個學生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去度假 然後早期那時候 他們去度假的時候呢 就看到 聽說這個很兇喔 然後當地人很愛講鬼故事 就會跟他們講說 哪邊有最兇的兇宅 他們就是要去 結果呢 很白目的這群學生呢 去了之後 他們也聽說了這個故事了 結果他們就找啊找啊找 到處找 結果看到了那個大廳 他們說啊 就是這個了 他們看到就很興奮 然後就 然後其中有個女孩子跟男孩子說 他就在那邊猜測說 可能說 這家人 這兩戶家人可能是 怎麼死的啊 當時死狀應該是怎麼樣啊 他說他現在提議說 不然我們來模擬一下 那個時候的狀況 無聊 對 所以可能那時候 他就拿了一張椅子 然後就站上去 然後他就開始拋繩子 拋完之後 隨便打了一個結 其實打的那個結喔 是活結 他不可能拿自己生命開玩笑嘛 他就繩子打開 脖子套進去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 他就還在嘻嘻哈哈的笑 突然間 他所有的朋友 跟他一起探險的一些朋友 就看到 他的腳並沒有踢那個椅子 那個椅子 他是自己這樣啪一聲 感覺是被踢掉 對 整個是飛出去了 然後後來他就 一站不完 整個下去 整個脖子就... 反正就是勒緊就對了 但是照理講 他們說他們打的那個結啊 是活結 一捨就掉 但是完全就是嚇不來 就是很毛就對了 後來那時候是 他們整個驚慌失措 就想說趕快救人... 正在喊的時候呢 突然間他們就看到了 這個女生的旁邊 他上吊的那個地方 然後突然出現一個女人的臉 然後就這樣對著他們笑 然後就說 看你敢不敢 然後每個人都聽到了這個聲音 他們聽到這個時候 人就整個... 他們趕快把那個女孩子 救下來之後呢 倉皇離開 據說上吊的那個女生啊 後來莫名其妙那個發高燒 然後不明的原因 醫生都查不出來 後來竟然變成植物人 而且你知道嗎 後面就是因為發生了這件事情 所以當地的人 特地請了一些法師 那其中有一個真的法力 他自認為很高強的法師 進去之後不出三天 莫名其妙吐血身亡 好兇喔 然後再來更兇的是什麼 人嘛 畢竟我們法力再強 我們還是人 這次我請神來總可以了吧 他們請那個亞馬祖的神教有沒有 Kika 然後這樣搖 這樣搖 搖進去 蹦一聲彈出來 神教整個是這樣後空翻出來的 這隻官將手也是的 然後什麼一些那種民俗的那種儀式 想得到的他們用的 接下來聖美也報導過很多 所以有很多的公園 公園 然後也有很多的靈異事件 對 其實